我们要跟大家讲的是今天做的是一个荤菜一个素菜 这个荤菜是做排骨素菜是做焦白 想想看他们正好是一顿饭呢是吧 而且这个排骨是最健康最这个合理的一种吃肉的方式 蒸 什么名字大处 来我们叫珍珠小排 珍珠小排 需要用的珍珠呢就是我们这边的糯米 糯米还有黑 黑小米 一个是黑的一个是白的 今天这个菜啊 我觉得应该是哪种感觉 有点像灰菜中的一个珍珠丸子 有点像是吧 不过我们里面的是排骨 雷排 第一个雷排 咱再把它斩大块 这个排骨呢 我们斩到这两到三公分长的段就可以了 最好是那种肉质比较厚实的 对 这就OK 那接下来我们就要给它腌了 腌制 来点盐 胡椒粉 胡椒粉 五香粉 五香粉来一点 五香粉可以稍微多一点 五香粉其实我觉得味道做肉类还是真的是挺好的 非常香 有时候做肉类经常会用五香粉 是不是 比如说我们做一些炸五花肉之类的 那非常好吃 非常香 非常棒 猪肉最适合用五香粉了 鱼肉就不太适合 是吧 鱼肉呢 你用到这种五香料呢 会把鱼的这种鲜味呢 会给它遮盖 掩盖掉 可是我想说排骨 它本身就有排骨的味 为什么还用排骨酱呢 排骨酱呢 它是一种已经调制好的一种酱汁 它的那种香气啊 颜色啊 味道啊 都是已经经过好多好多这些专业人士 它们是给你调制的 我闻到这个酱 就是它这个复合口味有点甜甜的酸酸的 然后就闻起来一出就会有点还甜蜜酱的味道 很上瘾的味道这个闻着 好闻 来一点酱 料酒 再来一点这个老抽 老抽呢 一点点就好 两汤匙的排骨酱 一点点的老抽 一点料酒 那么葱姜蒜少不了的 关键是什么 五香粉 你根据自己的需要 多来一点 少来一点 你自己看你喜欢的程度 然后给它拌匀 腌它需要多久啊 腌的最好腌的时间久一点 要20分钟到30分钟的时间最好 二三十分钟 是够久的 腌制呢 它会比较有味道啊 那今天呢 没有那么多时间了 我们给它多揉一下 抓一抓 按摩一下 按摩是利于它入味的最好的方式 对 有时候我们做鸡柳啊 或者说我们以前的时候 做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肉菜啊 只要提前腌的 你都一定要带着手套 把它先抓一抓 你揉它呢 一个呢 是让它便于它入味 然后再一个呢 就是它会让它这个味道呢 比较均匀 没错 那每一块排骨呢 都会有同样的味道 甚至骨头上都有它这个酱的味道 那这时候告诉你一点啊 为什么叫珍珠丸子呢 因为它外面的珍珠很重要 而大厨提前已经把珍珠泡好了 糯米和黑米泡多久啊大厨 一般都得两个小时以上 可是反正要蒸 为什么要泡它呢 因为我们蒸排骨的时候 这个米是没有水的嘛 对 它只是靠这个水蒸气来给它张开 那所以说一定要让它吃足水 利于成熟 对 一个它成熟 再一个呢 它不会有那个用心 所以要泡了 提前泡的越久越好 对 对 有时候你比如说我明天 我想吃了 我今天晚上睡觉的时候我就 也泡上 搞一搞 就可以了 这边呢 大厨把那个淀粉放进去了 为什么蒸菜里面做肉类啊 腌一半之后都要加淀粉呢 加淀粉呢 它会糊化嘛 然后它糊化 它会把这个肉的这种鲜美的味道啊 给它包裹在里面 就是属于是锁住它里面那个滋味 好了 那我们下一步就要来调米了 调米 这个米 我们黑米和糯米放在一起 这个搭配比例主要是为了美观吗 对 这个黑米呢 主要是为了美观 所以能量呢 很少一点就可以 我发现黑米做饭的时候什么的 永远是它是一个陪衬 比如说我们做黑米饭 放一点 就把整锅米饭都染黑了 对 现在也流行吃这个黑色的食物 黑色食品 对啊 因为它无色力无脏 对大家的身体健康呢 也会有很有帮助 利用我们的肾经 挺好的 黑米在其中点缀 好 你准备了一些包粽子的荷叶 粽叶 粽叶 这个粽叶 我一打开锅盖就能闻到特别清香 大叔提前是有把它这样子在锅中 跟着水外的升高先蒸一蒸它 这个呢 就放到水里一蒸呢 然后它这个水里面 它也会有这个粽叶的香气 这个粽叶 还别说 真的是 它那个是非常出味道的 我觉得它比荷叶要出味 因为我有的时候我们发现 那个粽子 有时候煮过粽子的那个汤水 都特别的清香 对 好闻 这边用的米包裹住还是包的挺均匀的 对 那我们这个米呢 要给它压一下 要让它嵌到这个肉里去 你看 像这个样子 是不是够可以的 然后把它摆到这个蒸盘上 好 然后这样子反复的给它使劲 粘满我们的糯米和黑米就可以了 这道菜您一看 我觉得你能学会好几种菜 比如说你把里面那个变成个肉馅 那就是珍珠丸子 而且是粽叶蒸的珍珠丸子 咱们也可以把它像包粽子一样 把它包起来 就用我们的粽叶 对 也完全是可行的 没错 我们大家吃过那个肉馅的粽子 那个呢 其实是一个道理的 是不是 对 然后那个肉香和我们这整个这个糯米 然后香火的渗透 糯米把米香渗透到肉里面去解腻 然后肉的释放那个香的味道 给米一吃的时候 外面糯 里面香 对 那如果一个蒸的话 需要蒸多久呢大厨 要20到25分钟 够久的 对 20到25分钟 好吧 20分钟到25分钟之后 再一次打开锅盖那一刻 闻着清香的粽叶 当然最主要的就是肉香 可以出来了 一会尝尝看 时间到刚好25分钟 打开锅盖 来来来来 上面呢 在盖锅盖之前 大厨也盖上了一层这个粽子的叶子 对 它这个呢 可以让它共加的香气 我觉得这个清香味还是很足的 清香味给它解腻 好 我们把它取出来 好 哇 珍珠小牌 来咯 大家看到 那个酱啊 已经把那个糯米呢 给它染了 染成了那个酱汁的颜色 红亮的 好 我们给它装盘了 这菜有点意思 大厨 感觉很时尚 大厨做这套菜 您觉得最值得提醒大家注意的地方是什么呢 就首先呢 这个米呢 一定要泡透 泡透 提前要泡24小时左右最好 所以腌制呢 第二个腌制呢 一定要给它腌制的时间要到位 就是说腌它最好保证20分钟之后 再去来正式做它 对 要二三十分钟 这套菜看着很有诗情画意 如果呢 有闲情的话 大家在周末的时候做给家人吃 这个也不能浪费 我觉得这个吃一口感到很香的 吃起来肯定很好吃 因为它那个酱汁都已经渗透了 它那个肉香的味道 好了 今天我们的珍珠小排已经大功告成了 赶快尝尝它的好滋味 来来来 尝尝看 尝尝看 很黏黏的 我感觉 对 它有糯米 这得包到位了 脱骨了 这是我们想要的感觉 对 咬起来黏黏的 然后呢 不用啃骨头 因为是累排 一下子就出来了 就直接脱骨 特别好吃 这套菜太成功了 吃起来说你会觉得有点像 一边吃肉粽子 然后一边啃排骨的感觉 特别的香 而且你知道它那个排骨酱用的呢 就把那个味道 不仅是弄到肉里面去了 你把那个糯米这个位置变得很香 不行 还有再来一块 再吃 一会儿来慢慢品味 下面让我们回顾一下 珍珠小排的制作步骤 第一步 小排斩块后 加盐 胡椒粉 五香粉 一勺白糖 适量葱姜末 以及两勺排骨酱 少量料酒 一点老抽 抓匀 腌20到30分钟左右 第二步 提前两小时浸泡糯米和黑米 混合均匀备用 第三步 入味的小排沾满米粒 用手攥紧后 摆入铺好纵业的蒸盘上 入蒸锅蒸至25分钟左右 清香扑鼻造型轻巧的珍珠小排就完成了 加成食材做出大厨风采 就是这么简单